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却贡献了超过四成的收入 沙利尔说他希望将海外投资资产增加到32% 但是由于拉丁美洲还在起步阶段 今年会新增投资一到两个市场 尤其随着令吉对美元汇率走强 该局认为一些市场的投资条件已经提升 因此会积极寻找适合的投资机会 将目前4%的提升空间填满 公积金局在去年投资越南后 已经在全球超过30个国家 注入资金到股市产业和基础建设 至今海外的投资资产 已经有高达2215亿6000万令吉 并贡献了41.45%的投资收益 接着有社会新闻 前天下午龙氏救股载路发生道路伤人事件 当时一对兄弟的车子被插撞 但是对方却撞后逃 在被追上时还在众目睽睽之笑打人 甚至亮出刀子刺伤势主行径猖狂 虽然案发过程没有直接被行车记录拍照 但是对话间已经听出双方的争执声 游戏疫情 illegal Tag 情 honorable 车子 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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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主后来透过脸书上载数张照片写示 哥哥左臀被对方刺伤缝了四针 弟弟则眼睛被欧伤 杨兄弟事后已经向警方报案 换个焦点有政治消息 全国大选脚部已经越来越近了 马华署理总会长兼竞选委员会主席魏佳想说 代表马华上阵的候选人 必须对不公不义赶赶发言勇于论证 就算是国阵的政策 如果有不妥的地方 也可以批评 如果能提出具体论述就更好 他接受新周日报访问时说 马华不能只是停留在服务民众 要有论证的文化 不然到最后只是做牛做马 选票却归正题 他也坦言 有些地方在大选已经输到谷底 所以会委派全新面孔上针 接着转化焦点来看国际新闻 俄罗斯一家国内班机 昨天从莫斯科起飞不久后 在莫斯科郊区坠毁 机上71人无一幸免 有目击者表示 看到飞机起火并往下坠 一段据称是坠机前的片段 可见画面上方有一道火光 划过半空后坠落地面 飞机起飞后4分钟就失联 俄罗斯调查委员会表示 坠机原因或跟天气有关 但不排除人为疏失 这次坠机也是一年多来最严重的空难 2017年因为五大型商用机发生致命事故 而被称为民航史上最安全的一年 最后有娱乐消息 中国综艺节目《奔跑吧》第六季即将开拍 然而迪丽热包却突然抛下震撼单 宣布因为工作档期冲突 而退出主持工作 因为去年一年 在《奔跑吧》和Family的相处之下 我觉得非常非常开心 因为大家都特别特别照顾我 和大家在一起也特别特别温暖 然而有网民质疑 是因为baby生完孩子后回归 导致迪丽热包只好离开 甚至有人认为 她是遭到成员间的排挤 而被退出 不过成员们随后对她的温馨喊话 自理行间满满是对迪丽热包的疼惜 让传闻不公自破 今天的大事迹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晚安